美国总统特朗普 张女伊万强 宣布关闭自由服装品牌 为了将专心从征 伊万强的一位发言人证实 公司关闭的流程将立即启动 品牌将不再保留 员工将会在数周之内离职 自特朗普入住白宫以来 其家庭成员不断遭到指责 趁其利用地位为家族获取利益 伊万强作为当前白宫的重要幕僚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目标 去年伊万强宣布辞去公司职务 部分原因是减轻外界对他利用自身地位 谋取商业利益的担忧 纽约邮报此前报道着 根据《火与怒》 特朗普的白宫内部书中的描述 伊万强想要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该书还透露 伊万强和她的丈夫库什纳 Jerry的喀什纳没有理会所有他们认识的人的建议 同意加入他父亲特朗普的政府 希望着能够在未来某一天 帮助他登上总统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Hillary Clinton曾在接受荷兰电视台台访 是被问及伊万强是否会当选总统一事 电视节目主持人问道 很显然 伊万强希望成为首位美国女总统 在主持人还未问完问其 希拉里就急忙插话道 那不可能发生 我们不希望白宫出现更多没有经验的特朗普 伊万强产品涵盖时装 珠宝 配饰 鞋类 家居 香水和太阳镜等 Input Genius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12月5日 当年与伊万强有关的进口商品 共有193批 主要是中国制造的鞋子和手带 通过对数100G的服装标签 所作的一份评估报告和GII服装集团 提供的财务文件显示 它的衣服和衬衫产地在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